淡海轻轨蓝海线通往渔人码头站在一年前通车 而其中路线经过沙伦地区的中正路二段 才轨道跟道路并行方式 而道路从原本双向四线道变成了双向两线道 南北向的路幅还不一样宽 对此新北市议员郑宇恩就建议拓宽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淡海轻轨蓝海线通往渔人码头站在一年前通车 而其中路线经过沙伦地区的中正路二段 才轨道与道路并行的方式 而道路原本双向四线道变成了双向两线道 南北向的路幅还不一样宽 对此新北市议员郑宇恩就建议拓宽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正路二段 以前的双向四线道 现在因为轻轨经过的关系 剩下双线两线道 而且双线两线道以外 其实它路面的宽度也不对称 大家可以看到往北跟往南 它的宽度是有差的 所以这一次养用处在这边 即将会展开的也是单侧的拓宽工程 议员表示这条道路 从沙伦往淡水市区的方向这一侧 在轻轨通车之后 只留一线车道 而且还非常狭窄不到三米半的宽度 若有紧急事故需要通行 或者是汽机车也很容易抢到 都是安全上的问题 那这个拓宽工程就是希望 如果紧急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 大家都还有一个闪避的空间 那因为这个用地的空间 涉及到这个机关的用地 那现在呢 军营这边有同意 那正在取得央广的这个同意当中 所以我们希望说 大家可以互相配合 让这里的道路环境 比较舒适 那未来也可以因应 大洋大条通车之后的车潮 议员表示目前道路拓宽将会争取一旁的国防 以及中央广播电台等单位 来进行用地取得 而在拓宽之后 也有利于因应未来 淡江大桥通车后的庞大车流 也让用路人有更安全宽广的道路 记者许端一带学采访报道